小星韵来了吗 行韵和夏总外出开会了 感觉今天应该是不会回来的 何经理啊 我说你这天天来 会不会太辛苦了 要不下次等行韵到了 我给你发个消息了不呀 你不是又去哪儿了 夏总在副本小组 就咖啡厅开博物馆了 今天怕是不会回来的 你们现在开会都在外边了 这也是托宁的福啊 感觉行韵和夏总最近 好像是特别的忙啊 小月 你看过测试 分析的列表了吗 是的 我分析过了 系统的bug有三分之二 昨天晚上我问了程序员 可以迅速修复地占到八成 但是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 约会冒险的小模块 得分体验太不理想了 所以我把一一 可以迅速修复地占到八成 东东这些负责主线策划的人 都请过来了 是的 这一部分的文案 做得实在是太差了 约会内容太老套了 所以这个冒险的新鲜感不太够 虽然可玩性是有了 但是沉浸感太低 对啊 还有各位领导 就是这个副本里面的场景啊 确实有点太土了 你看看电影 喝咖啡 这种梗小学的时候就知道 谁还玩啊 所以我想我们能不能找一些 新的约会场所和玩法 还可以反补现实生活 好想法 还可以做植入 这里是市里最近最火爆的 约会圣地排名前十 我和一一去过前两家 收获不少 但是排名前三的 实在是太难约了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找 网上其他用户的体验反馈 作为参考 夏总 您的意思吗 再收一遍 再收一遍 夏总 要不要休息十分钟 好 休息 休息 休息吧 现在 休息 休息 走了 休息了 休息吧 夏总 您要不要来杯咖啡啊 何宇最近联系你了吗 啊 哦 我微信早拉黑她了 给我打过几次电话 我也没接 不过夏总 我觉得您说错了 这都过了好些天了 还是没完没了的 怎么 没被追过这么想上钩啊 怎么可能 您知道她有过多少女朋友吗 多少 整整二十八个 差一点就凑三个足球队了 就算每个谈六个月 不间断的轮换 也得十四年 六个月 我告诉你 何宇追一个人 只能保持三天 如果追上这个任何只能保持两天 两天之后能好多久 那就要看天地良心了 那我超过了三天 这说明什么 说明你想多了 副本项目如果延后的话 马上来我这儿临死指数 来 喂 还在睡啊 别怪我有正事 我 今天下午我要和客户开会 但是我的笔记本昨天 拉在了TI机 还现在周六啊 所以我现在进不去 你能不能过来 帮我用门禁开一下门 我就在TI机门口 好 又是优优又是笔记本 下次重要的东西 能不能麻烦你挂在脖子上 周末麻烦你了 晚上给林辉松过来 但怕你拿我公卡干什么坏事 好不容易睡个懒觉 干嘛 周末还要开会 哪有这么变态的客户 你该不会是 我就是在骗你 来都来了 不看我为你准备的惊喜啊 我不敢兴趣 我要回家睡觉 副本的小模块 是不是出现问题了 作为约会圣地的TOP3 确实很难约到 和意大利大师一起制作披萨 限时限人数 大师来之前三个月就已经约完了 但是我何小爷一出满 怎么会约不到呢 午餐时间和帅哥一起的双人披萨制作 听着就狂撩少女心 要不要为副本加持一下 你怎么知道 限量款手包 换一个项目最新近况 值不值 好 好 好